跟着我一起坐着强化膝盖 这个训练大约15分钟 所需要的器材 请准备两条弹力带 一个比较轻 一个比较重 如果你没有 这一条也可以使用 另外你也需要准备重量 可以是哑铃 或者是书本 或者是小孩都可以使用 嗨你好 我是Gladys Gulley 右上角的这个影片 已经讲解今天所需要做的 每一个动作的细节 因此如果你还没看过 请先看这个影片 看过之后 再来做现在的15分钟训练 适合初阶以及年长者的动作选项 将会出现在影片的右侧 试做一到两次 如果觉得可以加重 你可以自行调整动作强度 动作12下 动作速度和我一样 如果需要休息 你可以小暂停 然后跟上 那我们开始吧 将阻力比较小的弹力带固定好 套在脚上 双手握在椅子的边边 挺胸 肚子内收 把腿伸直 再将脚勾起来 如果觉得阻力太小 将椅子往后挪 全程腿伸直 脚尖勾 停留大约3秒 再松开 维持稳定的呼吸 维持稳定的呼吸 接着 接着 换边 当脚尖勾齐的时候 感受小腿的前侧 也就是进前击 收缩 并且有点酸酸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来到下一个动作 锻炼小腿 使用重量 你可以用双腿 在这里我用单腿 将脚掌往后挪 好让脚掌在膝盖的正下方 重量放在一条腿上 将脚踮起 只剩下脚趾在地板 整个脚跟脚掌离开 再上方停留大约两秒 再松开 如果感觉很轻 请加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换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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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完成换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果感觉弹力带从脚踝要往上滑 你可以将弹力带踩在脚掌的下方 保持稳定的呼吸 感觉膝盖上方 大腿前侧 酸酸的 将来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为了 ά 这个 第一个 接着我们要锻炼 在鍛鍊之前 先鬆一鬆我們的寬 雙腳佔寬 手放在膝蓋上 坐在椅子的邊邊 身體往前傾斜 轉胸 轉胸的同時 用雙手將膝蓋推開 這個動作做八下 下一個伸展寬的動作 一隻腳伸直 另外一隻腳彎曲 雙手放在大腿 或將一隻手放在地板 然後收腳 換另外一隻腳伸直 身體往前傾斜 胸口對著地板 這個動作伸展大腿內側 一隻腳往前傾斜 等一隻腳趾 掉一隻腳趾 将宽热起来之后 我们要开始锻炼宽 双手握在椅子的边边 身体微微往后躺 将一条腿伸直 抬起 再慢慢放下 绷紧大腿前侧 将腿抬起 腿抬的高度 依照自己的体能 如果觉得需要 可以将腿的范围做小一些 完成了 松一松 然后换边 用宽 用宽以及腹部的力量将腿抬起 至于 您有限的 双手 将将腿抬起 后可以加热 直到腿抬起 快点 吊嘴 持架 清 Harry 他最后 开始 宽 来到下一个动作 弹力带套在脚掌 试一试将一只脚抬起 感受阻力是否足够 如果觉得太轻松 可以将一只脚套两圈 膝盖维持90度将大腿抬起 停留在上方 大约2秒 再慢慢的放下 维持上半身挺胸 肚子内收 大腿抬起时 躯干是直立的 最后三下 可以松一松 然后再次将我做的 将其中八重 将其是三下 留在约6 中的肌肉 然后再次夹准备 梅子中的肌肉 再次夹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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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最后一个动作 锻炼大腿 将弹力带套在膝盖的高度 坐在椅子的边边 双脚与宽同宽 将一只脚踩在地板 另外一条腿伸直 腾空的那条腿往外推开 踩在地板的那条腿 必须对抗 避免腿被拉走 而上半身 维持挺胸 身体微微往后躺 将腿推开 停留 再收回 换边 推开吐气 收回吸气 推开吐气 完成 感谢以下的观众朋友给予的超级感谢以及捐赠 感谢你的支持 让我能持续制作更多的影片来帮助你的健康 如果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 并且你想要支持我 请点超级感谢或底下的捐款连结 想要观看更多强化下肢的影片 请看这两部哦 感谢观看